前天开始我国多地迎来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 广西湖南贵州多地普降大道暴雨 今天上午的10点中央气场台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 但是从早上到现在深圳就普降暴雨 目前深圳市的红色暴雨的预警正在生效 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紧急防御状态 今天早晨6点30分至下午2点 深圳全市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达到276.5毫米 这是当地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 深圳大范围严重激烙街道被淹 深圳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 在中午的时候全市会进入一个降水的暂泄期 预警信号到时候也会有所降级 然后在数个小时之后 在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 我是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 但是傍晚前后的降水过程 预计会比今天早晨的这一波强降水 要弱一些 目前深圳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 三房部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机制 全市中小学停课 截至目前已经接到水禁报告50多处 除了深圳 广东江门和珠海等地从9号起也下起暴雨 江门市瑞芬镇填坑水门站 监测到了24小时降水量 达到了743毫米 超过北京一年的雨量 受大暴雨影响 台山一个村庄几乎所有房屋的一楼 被洪水淹没 600多名村民被困 救援人员用橡皮艇把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台山市赤溪镇附近一处山地泥土 冲入水库污染了水源 当地政府调集多台供水车辆 向附近的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 在广西 两天的持续降雨导致桂林的黎江水位急速上涨 已经达到蓝色警戒线 黎江的部分码头被淹 湖南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绍阳 岳阳 淮化 长沙 珠洲等地 在洞口县光丽村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 全村1400多人几乎加加遭灾 截止到昨晚10点 暴雨已经导致湖南省境内46万余人受灾 据中央气降台预计 本轮南方降雨明天将稍稍停歇 后天起新一轮降雨又将袭来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